好 不就是录个节目吗 至于搞这么大阵仗吗 这可都是来看衣襟的 好啊 没我之后 过得倒是更好了是吧 行 怎么才这几天功夫就把自己弄上了 不对 老天开业 就该让他疼几天 疼死他 好久不见 哦 跟领导倒是你能我能啊 示威是吧 行 你这行 哎 呃 那个 三五爷 吵到那儿干嘛 还不赶紧给坑人倒水去 唉 易鲜老师麻烦你帮我签个明白 易鲜老师 你能先处了什么手术啊 易鲜老师怎么可以请你 也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啊 是啊 找到了 谁啊 不知道啊 谁啊 怎么回事啊 别死了咱 对啊 干嘛中 录节目的是 跟我经纪人谈就行了 真的啊 是 你能不能签名啊 不是啊 嗯 哎 别瞎说 怎么觉得我就想要个签名不上 不是啊 对啊 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呀 鞋盖是很臭的 哎 真好 吴言 你一会儿要不要找易鲜老师签名啊 如果要的话 你可不可以也帮我要一下 易鲜老师 签个名吧 什么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下一次了 谢谢了 那吴言 我就先走了 下车怎么能过呀 我去找夏聂熙 看怎么还不开始 嗯 哎 吴言 我正好想问你 你真的要去吃池塘吗 嗯 那 那多没营养啊 要不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完事儿还可以一起看个电影 嗯 嗯 那家西餐厅真的很好吃吗 其实我也没去过 不过网上的评价还不错 哦 哦 是牛肉可以随便吃对吧 牛肉 哦 哦 当然 吃牛排的地方 可不就吃牛肉了吗 可是 吃完饭 看电影的话太晚 我我回家不太方便 哎 嗨 这你别担心 我开车送你回家 哦 真的吗 那你可真的是有福了 我跟你说啊 我那个朋友他真的 桑无音 对 跟我回家 等不到 玉京老师 咱们有话好好说 也不知道 吴燕刚从哪里做得不妥 要不我带他向你道歉 对 老师 你给我这个干吗呀 我又不想要 不是你说了 贴的单名字的标签的 就是私人物品 我什么时候 那你好歹也写个 自己的名字吧 你这写个艺人的名字 搞得我跟你粉丝 要你签名似的 只要我的名字 写的点字有多长 你也拿我们放不下 孙杏青你 你好可爱哦 闭嘴 你居然叫我闭嘴 别闹 我就闹 没事吧